我们不管是心在动或者是心在暗住 认识他心自己的本体很重要的 藏地著名的一个修行者叫华智仁波切 他说我们的这些分别念跟以前一样 同样会显现 但是认识自己分别念的时候都已经解脱了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 你只要认识他的时候都得到解脱 看看自己特别愤怒 特别痛苦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痛苦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 真正自己的心已经被烦恼不会束缚 已经烦恼寂菩提 也就是说我们负面情绪的本体去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本体 当我们产生嗔恨心的时候 嗔恨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 它是过去 过去的这颗心已经现在不存在了 它的种子都已经毁完了 未来的这颗心还没有产生 跟侍女的儿子一样 这个不知道懂不懂 然后现在的这颗心 我刚才讲的就像虚空一样 其实我们这个心用心来观察的时候 确实它是很奇妙的 我们人很烦恼 自己的心天天痛苦 但是你真正观察我烦恼的这个心 其实很容易认识它的 所以在《波罗八千僧》当中讲 菩萨应该经常观修禅定 观修什么样的禅定呢 观入虚空 像虚空一样的禅定经常修行 如果达到比较高的境界 因为先观自己的心 像空性 最后真正认识到所有烦恼自然解脱